第44章 机遇 人类 黑色皮肤青年目光瞬间落在罗锋几人身上 很快判定罗锋等人的确是人类 你是为首的 黑色皮肤则年吃惊看着罗锋 从罗锋一群人站的位置就能看出 罗锋是站在最前面的 狄伦这个不朽神灵是站在一侧 其他五名人类戒主和卡士纳都是站在后面 你好 罗锋微笑看着他 哈哈 刚才还力气逼人的彪悍青年 确实露出笑容 扫尸了那一大群青年一眼 我算是看明白了 难怪你们都聚集过来 哦 家爱 你也赶过来了 哈哈 看来一个个都是想挑战人类天才啊 这皮肤泛着黑光 仿佛铁柱的彪悍青年盯着罗锋 人类 我 原老神宫一脉背床正是向你挑战 这个背床真恶心 背床受原老神宫教导 实力的确很强 那边数千名金角族人议论纷纷 背床 罗锋确实看着那黑色皮肤彪悍青年 一眼能看出这青年的确是玉主级九阶 请接受我的挑战 黑色皮肤彪悍青年双眸如电 仿佛要吃人似的死死盯着罗锋 罗锋摇头一笑便要拒绝 可当目光扫过远处那数千名金角族群青年 心中忽然一动 原老神宫一脉 嗯 看样子 我的人类身份 的确是惹得金角族很多天才都想要挑战我 这般连绵不绝地来挑战 还不如接受一场 展露下实力 至少让一些实力差的天才别来惹我 请接受我的挑战 这彪悍青年再度吼道 接受 可以 不过 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罗锋看着他 这凶悍青年悲伤一正 随即露出狂喜之色 盯着罗锋 什么条件 你说 我听之前那些神功手为喊你统领 你在元老神功 也算在这有些地位 罗锋指着旁边远处 那高大的比神功都矮不了多少的毁缩巨兽 我从来没有见过星空巨兽 所以想近距离看看 接触下 不知道是否可以 近距离 青年悲伤 眉头微皱 进去看看是小事 可是那头毁缩巨兽 拥有力敌普通不朽神灵的实力 你如果进去 安全 人类绝世天才 如果死在金角族群的世界 这后果会非常严重 放心 罗锋看向身侧敌伦 敌伦点点头 敌伦毕竟都算得上接近封猴 乃至勉强封猴的神灵 实力极强 既然你能保证安全 近距离观看毁缩巨兽 是小事 我能做主 青年悲伤 看了眼那困索密阵内的守卫 让这九个人类进去看看 让他们从安全通道进去 是 统领 一群守卫应命 近距离观看毁缩巨兽 这的确只是小事 只是看看又能怎样 在金角族群内 一些有背景的大人物 是经常会近距离观看毁缩巨兽的 这毕竟是整个拉斯奥世界 唯一的一头星空巨兽 卡 金属门开启 这是唯一能进去 又不惹起困索密阵的通道 青年悲伦说道 罗锋却是微笑 带着迪伦等人 沿着这条通道 进入了那方圆上千公里的区域 那片区域 就是那头毁缩巨兽 平常生存的一个区域 走在荒野山地内 闻到那毁缩巨兽身体 那隐隐的一股略带腥味的一种特殊味道 地面上依旧可见一些黑色干涸的血迹 还有一些脱落的凌乱毛发 罗锋 那血迹干涸太久 估计已经不能再用来提取生命基因孕育分身 而那些未曾完全腐烂的毛发 肯定是可以的 巴巴塔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嗯 罗锋蹲下 轻轻抚摸着一根毛发 说是毛发 实际上比大树还粗 一根毛发 大概足有数米粗 长度更是达到骇人的数公里长 所以远观就显得很纤细很柔长 好似星星身上的毛 不过相比那站立起来超过一千公里身高的毁缩巨兽而言也很正常 只见一眼看去 荒野的有些凌乱毛发缠绕在一起 随便一处就有足足有数百根毛发 整个荒野山地脱落的毛发很多很多 背床 我取一根毛发留作纪念 可以吗 罗锋转头看去 在困索密针外的青年背床不由暗自疑惑 要一根毛发留作纪念 这东西纯粹是垃圾 只有极少数族人曾经过来近距离接触时留下带走一两根毛作为纪念 可实际上真的很无用 人类你要带一根毁缩巨兽的脱落毛发 当然可以 背床高声道 谢谢 罗锋点头随即将这毁缩巨兽的一根毛直接收入空间戒指 搞定有了这毛发就能通过金角巨兽天赋分身孕育出胚胎诞生出一头毁缩巨兽来 罗锋按道随即朝那头毁缩巨兽走去 抬头看着走着靠近过去 看着这头被捆腹着地蹲在那的毁缩巨兽 单单一头本该纵横宇宙逍遥宇宙的星空巨兽 被仿佛捆腹猫狗似的捆腹住 这就是一种悲哀 而且加上罗锋的特别身份 看到毁缩巨兽这样也心有戚戚 喉 一声低沉的吼声在山中震荡 蹲在那的毁缩巨兽睁开了那一双巨大的眼眸 那是一双青金色眼眸俯看着罗锋 罗锋也仰头看着他 而狄伦却是站在一旁小心戒备 人类 毁缩巨兽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好 罗锋点头 一人一星空巨兽 一抬头上望 一低头俯看 眼眸中 都隐隐感觉到一丝相同的东西 同样的心性冰冷 同样的压制收敛的凶残杀意 罗锋是因为人类身份 所以将金角巨兽那股胸利杀意给压制收敛 而这毁缩巨兽因为一直被捆覆住 所以同样将那凶残杀意给压制住 人类 毁缩巨兽的声音直接传入罗锋的脑海 你给我的感觉很亲近 你和我有一些相似的方 相似 罗锋暗叹 是哦 相似啊 因为自己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也是一头星空巨兽啊 如果自己有能力 一定会将这头毁缩巨兽给救走吧 可是自己仅仅只是人类天才身份 金角族群的元老乃是宇宙尊者般的存在 就算族群附庸人类 宇宙尊者般那等存在 也不是自己所能轻易招惹的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罗锋意识地问 不用 毁缩巨兽那青金色眼眸俯瞰着罗锋 一念传音道 你帮不了我 而且旁边神功的那位元老 在束缚我三百万年时 就给我一个承诺 只要我能突破为不朽神灵 他就放我自由 什么 罗锋吃了一惊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约定 捆腹三百万年后给这么一个约定 估计那位元老也被星空巨兽的绝匠引起了一丝欣赏 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元老绝对不会轻易放走他 所以给了一个达到不朽神灵的要求 达到不朽 很难 罗锋问道 比你们人类难千倍万倍 毁缩巨兽道 我已经能击败普通不朽神灵 可还是无法打破最后门槛 两千万年我已经熬下来了 突破为不朽 我一定能成 一定能 人类 难道看到一个让我感觉亲近的生命 我说的够多了 你走吧 走吧 毁缩巨兽又再度缓缓闭上眼 罗锋叹息一声 是的 自己帮不了他 连去观摩参户圣碑都得发出申请 看元老是否答应 自己根本没资格提出要求 罗锋殿下 你怎么在里面 恩 罗锋转头看去 那困索密阵外 正是那金色战凯老者四番旗长老 罗锋连带着狄伦等人 迅速沿着通道出去 去近距离看了看 毁缩巨兽 罗锋看着四番旗长老 长老怎么样 四番旗长老哈哈笑道 元老和我交谈一番后 便点头同意 殿下你去观摩参户圣碑 并且特准你独自一人观摩参户圣碑一个月 而且 等观摩参户圣碑结束后 殿下可以任意选择圣地储存的密法一份 独自观摩参户一个月 密法一份 罗锋惊讶 嗯 圣碑毕竟只是让人参悟并没有系统的密法 而圣地内储存的密法 都是我金角族群历代一些伟大强者留下的系统的密法 都是空间 金 结合的密法属于西罗多一脉的密法 四番旗长老微笑道 殿下可以任选一份 当然也只能是一份 罗锋眼睛一亮 当即点头 你原来是叫罗锋 这近距离观看毁缩巨兽也看了 你总不会想将这一场对战 拖到你参悟圣碑之后吧 站在旁边不远的 穿着青色战铠的黑皮青年悲传声音凶悍 我们现在还是去斗舞场 比斗吧 罗锋看向他 罗锋殿下 你跟他比道 四番旗长老吃了一惊 连传音道 殿下 别答应 你是刚刚提升到 玉主级九阶不久 可是这杯床 是旁边神宫那位 元老培养的两大天才卑士兄弟之一 法则感悟 按照你们人类划分 应该算是达到通天桥第九层的能耐了 罗锋一正 法则感悟 达到通天桥第九层 靠 金角族群最巅峰的一些天才 也很可怕呀